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上午10点 谷爱宁返美遭入麻烦 报2000多人 灵民要求斯坦福把他开取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对受大家喜爱的谷爱宁 众所周知啊 在本次北京东方会议上面 谷爱宁夺得了两块金牌 一块银牌的优秀成绩 成为了中国队的头号明星 那么在谷爱宁等人的努力拼搏之下 中方在这个金牌榜上面了 中国队也是利亚美国队 那么中国队在本次东方会上面 取得了第三名的优秀成绩 也是创造了历史性的突破 东方会的比赛结束之后 谷爱宁在采访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这个明确表示 那么接下来 他很有可能会暂时的退去比赛 然后这个读大学 众所周知 其实在参加东方会之前 谷爱宁已经被世界名校 斯坦福大学所录取 那就说明了 谷爱宁被斯坦福大学录取 并不是通过东欧会取得两金一银的成绩 而被破格录取 而是因为谷爱宁在高中时期 就是品学精修 文物双传 因此斯坦福大学 将谷爱宁录取 应该是实质名归的 没有任何的争议 那么然而 就在近期上午10点左右 根据媒体消息显示 谷爱宁即将返美读大学这件事情 似乎遭入到了一些麻烦 根据网络消息 爆料 在这一个国外的网站上面 有超过两千多 有超过两千多人 灵民要求斯坦福大学 把它开取 根据这个媒体 报道出来的消息形式 那么这些灵民要求 这些发出灵民要求的美国网友 其中 列出了一些理由 那么有两条理由 仅只是让人无法接受 那么首先 有一条理由 就是他们要求 谷爱宁公开 自己的国籍问题 那么其实 这是谷爱宁自己的隐私问题 她有权 这个不向外界公开 那么因此 在这件事情上面 去为了一位 19岁的小女孩 确实让人无辱 那么 这个第二个理由 就是说 他们针对 之前谷爱宁回应中国 网络情况的问题 感到不满 住所周知 在冬奥会 迄今 美国媒体曾经发文说 这个中国队的巨翼 在冬奥会赛程上面 接领失误之后 正在遭受中国 网络用户的攻击 那么然后 谷爱宁发文说 中国的网友 90%以上 发表的都是正能量的消息 另外一致意就是 中国网友 并未在网络上攻击巨翼 那么这个事情 也让美国的网友 感到不满 他们认为 谷爱宁在说谎 那么因此 在这次发起 要求这件事情中 他们再一次 将冬奥会 冬奥会期间的 这件事情翻出来说 也把它当成了 这一个体穷灵敏 要求的理由 确实令人感到 不其实 谈到这一个 谷爱宁即将会 去斯坦福大学读书 作为中国的网友 我们表示祝福 也希望谷爱宁 在未来 能够享受美好的大学生活 作为一名19岁的小女孩 她向往美好的大学生活 希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 那么这一点 应该得到所有网友的支持 虽然说 现在有超过2000多名的美国网友 明明要求斯坦福把它开取 但是斯坦福大学 作为世界名校 他们录取谷爱宁 是因为谷爱宁 确实非常优秀 他们谷爱宁 也值得获得 去斯坦福大学 深造的机会 因此 这些明明要求 斯坦福把它开取的人 可能 这种只会闹出笑话 斯坦福大学 其实 已经明确声明 谷爱宁将会在 今年秋天 作为大义新生 加入斯坦福 而且谷爱宁 在前面明确表示 自己非常的喜爱物理文学 而且品学金融 文武双传 那么斯坦福大学 没有理由 具体怪你 那么另外 谈到美国网友的一些言论 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这个众所周知 在冬奥会 迄今 有一位美国的男人 那么他当时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提出 说他在参加冬奥会之前 在美国 听到美国媒体 关闻冬奥会的一些报道 都是虚假的 然后呢 这位美国 这个论动男人的社交账号 也被禁营 那说明了 这个美国网友 所谓的自由 很多时候 都是要说出一些 有利于美国的言论 否则的话 可能会像谷爱宁这样 遭到一些麻烦